对于弱势呢 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种的 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医院的 有很多种疗法 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弱势的病因去除 因为弱势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原因去除以后 我们再谈它的功能训练 目前最常的训练方法 有遮盖疗法和压抑疗法 这两种办法的原理呢 就是说 弱势一般是一个眼的视力比较好 另外一个眼的视力差 我们通过遮盖好眼 或者是用药物来 针对这个好眼进行散瞳呢 来抑制这个好眼的视力 强迫这个较差眼 来进行视物 来看东西 用这种方法呢 来逐步提高较差眼的视力 这种方法 另外呢 对于一些旁中心注视的患者 还有一些后相疗法呀 这个红光绿片疗法呀 海丁格刷方法呀 以及一些综合治疗方法 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视频的刺激等等 这些方法的核心内容 就是来刺激我们这个弱势眼的这个视觉 得到一个有效的这个提高 对于大家可以帮助一下